一致A向量等于2-2 B向量等于2-1 并且T为实数 当TA向量加B向量的长度 有最小值的时候 那这一题问T这个时候等于多少 那我们这个题目呢 介绍两种方法来处理 如果同学纯粹用代数来解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TA向量加上B向量呢 就可以写成T倍的 A向量是2-2 然后呢再加上B向量是2-1 好所以呢 把这个T乘进去的话 这边就会变成2T 然后-2T 再加上2-1 那所以呢再把它整理一下呢 就可以写成2T加2 然后还有呢-2T加1 那如果我要算TA向量加B向量的长度 也就是绝对值 那这个到底要怎么算呢 我们来回想一下 如果有一个向量呢 它等于XY 则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它的长度A向量的长度A向量绝对值呢 就可以写成S平方加Y平方开根号 也就是X分量的平方加上Y分量的平方开根号 那所以回到上面这一个TA加上B向量的长度 就会等于根号 好 它的X分量 S分量呢 其实呢就是2T加2 这个是它的S分量 所以这个是2T加2的平方 再加上Y分量 再加上Y分量 那Y分量呢 其实就是-2T加1 所以这边是-2T加1的平方 那题目呢 要求这个式子的最小值 我们把它稍微盛开整理一下 那这个式子成开之后 就会变成4T平方加上8T 再加上4 再加上4T平方 然后呢 减4T再加上1 我们再把它合并整理一下 这边就可以得到8T平方 然后再加上4T 再加上5 那这一题呢 接下来就是要求这一个 TA加B 这一个式子的最小值 也就是要求这个根号的最小值 那同学想一想 这个最小值到底我们要怎么算呢 在这里面出现的是 8T平方加4T加5 那我们知道根号里面的东西呢 如果越小 那么它的整个值呢 当然就会跟着越小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根号里面的东西呢 我们想办法来求最小值 因为根号里面的东西呢 是一个二次函数 那同学不妨想一想 如果你碰到8X平方加上4X加5 好我们前面会写Y等于8S平方 加4X加5 如果要求最小值 那我们会怎么做呢 还有印象吗 如果我们这个式子要求最小值的话呢 我们前面用的方法其实是配方 我们要把这个式子配方 然后呢 求出它的最小值 所以上面这个也是一样哦 如果要求最小值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根号里面的这个东西呢 要把它配方 好 那我们在配方的时候呢 我们先提出最高次方系数8 所以这边是剩下T平方加上2分之1T 那老师有跟同学讲 说你在配方的时候 请不要把常数项加进来 所以这个加5呢 我们就是放在括号的外面 那么如果要配方的话呢 我这边呢 就是加上中间系数一半的平方 那这个中间系数是二分之一 那它的一半就是四分之一的平方 好 所以实际上我们多加了多少呢 我们多加了四分之一的平方 也就是十六分之一乘以8 也就是多加了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这边减二分之一 因此呢 这个式子就可以写成 好 等于根号 8倍的T加二分之 T加四分之一的平方 然后呢 再加上5减二分之一 就得到二分之九 好 这个式子要有最小值的话呢 就是这个完全平方向等于0 好 当这个完全平方向等于0的话 整个值一定是最小的 好 也就是说呢 当T加四分之一 T等于0的时候 好 我们要求的这一个T加B的绝对值 T加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 也就是它的长度 好 有最小值 好 那这个时候呢 T到底是等于多少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T就会等于负的四分之一 而这个时候最小值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T等于负四分之一的话 那这一项就没有了 那这一项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TA加B的绝对值呢 就会变成 它的最小值就会变成根号二分之九 好 那根号二分之九呢 同学可以算一下 它其实就会等于二分之三 根号二 这个时候就是最小值 那这一题问的是T 所以我们这一题答案就是 T等于负的四分之一